今年国产游戏可不仅仅黑神话一个抽彩 三角洲行动在无人在意的角落 突然给人一个惊喜 三角洲行动参加了科隆游戏展 这个展的含金量无必多说 更令人惊喜的是 现在它的Steam心愿单排行 稳稳前十了 短短一年把一个全是报告的游戏 发展成现在这样 真的不容易 也真挺让人骄傲的 但是为什么国际服抢先国服爆料 新地图巴克什在科隆爆料了 半夜爆料 是不是以为我们国内睡觉没看见 我可熬夜看了 新地图满满的怀旧味道 就算没玩过老三角洲 这张图看起来也绝对能给人惊喜 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上线 会不挂满天飞 还是观望期待一首 在科隆国外媒体和主播也好评无潮 制作人和主播开飞完全不叙事机 据说新地图也会和郑氏服 九月一起上线国服 还等什么 快端上来吧